86岁老人刘明景是河北省市家庄人。 他不仅爱好收藏各式各样的酒瓶, 更是在酒瓶样式的基础上, 改装成各式各样的灯,赋予酒瓶新的生命。 5月28日,记者在刘明景家看到, 由各种非旧酒瓶制作的工艺品非常多, 令人眼花缭乱。 由几个大型酒瓶工艺品格外引人注目。 94个酒瓶组成的火箭模型高达2米多, 170个红色婚宴组装了一个高约2米的大化瓶, 25个酒瓶废料组成的龙灯点亮之后格外喜庆。 78年以前,我捡了好多群的,那时候都是人的。 我一考虑这个东西,非无利用地毯生活, 我把它做成灯了,把它做成灯了以后, 它就能为人们照亮了。 刘明景告诉记者, 把酒瓶改装成灯制作起来并不容易, 需要打孔、磨边、布线等工序, 制作小的台灯需要两三个小时, 制作大的台灯至少需要两天。 刘明景说,电钻打孔的时候, 一不留神就会钻坏, 8年来,他用过的瓶子不计其数, 大多酒瓶都是刘明景从废旧物品回收站购买, 也有亲朋好友赠送的。 刘明景的家中不仅有多个酒瓶制作的工艺品, 还有各式独立的酒瓶台灯, 有黑桃、青瓷、紫砂等多种材质, 有的被做成玲珑宝塔, 有的刻画成四大美人, 这些酒瓶上都安装有照明用的灯口和彩色灯泡。 在刘明景看来,老年人要给自己找乐子, 他退休后的爱好就是收藏和旅游, 随着自己年纪的增大,出去旅游越来越少, 现在,刘明景更多的时间是围着酒瓶传, 他还经常写书法记录自己的生活, 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充实。 刘明景写了一首诗《抬灯》, 每句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, 就是《刘明景灯》。 严肃苍茫,赵十六, 飞舞旅游就拼命, 敌他生活荣秀锦, 捞友说好,坐胎等。 嗯。